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运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根据大家阿弥陀佛 看八十一页 讲到五称共法 陈佛知道主要就是 基本上是主要有三个架构形成的 一个是大称共法 一个是三称共法 主要就是这三部分 前面稍微提了一下 所谓归因三宝跟儒寡去物 所以占的不多 才几页 最重要的就是把整个佛法 整个佛法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五称共法 我们叫做人天道 我们之前讲 发心修行正果 发心 发真善身心 修五届十善 得人天善果 发初离心 修三十七道品 这一定会发生到这个 得四双八倍的生五圣共 水后道 叫正阿罗汉 发普提心 修六度波罗密 成佛道 主要分这三部分 好 那这个是 其实是 敬顺导师 就那么多佛法里面 那么把它做分裂 我们说过 那 类似像这样的分裂 我们知道圣经馆分 就在说上世道 中世道 下世道 就这样分 这个所以说 从所有的佛法里面 来做归纳整理 他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佛法那么广 那么深 那他的次定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到底要怎么修 你看大圣佛法 通常都问这句话 佛法那么多 那金刚街 第一句话就问 发了普提心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云云和助云和相互齐心 你看那个华园街 善才同志每到一个地方 就先讲 我已经发了普提心了 那请你告诉我 我应该要怎么修 应该要怎么学 就都讲这个 那一样 那之所以写这一本 主要也是告诉大家 佛法那么多 那么我们应该要 怎么样 怎么样来修学 他的次第是怎么样 那这个跟中国传统的宗教 有一点不太一样 中国的传统宗教 也有这样归纳的 就是像智者大师 他把所有的佛法 分成所谓的 藏通别圆 这个是为藏教说的 这个是为通教说的 这个是为别教说的 这个是为严教说的 就藏通别圆 藏就是为小圣 那通就是教理 通 为小圣但是通向大圣 那别就是别为菩萨 所以 有人就是专门为这个善根的菩萨 所以就变起来有简直 这个我可以不用学 我学这个就好了 但是这个共就不是 就是你复杂的也要从五圣共法开始修 升文的也要从五圣共法开始修 这个是基础 这个是基础 类似像这样 这个稍微我们要知道 这个所谓的五圣共法 三圣共法 大圣不共法 那五圣共法主要就在五届十三 五届十三 五届十三先建立在所谓的四肩政见上 四肩政见就是知道有善有恶 有悦有报 那么有过去有未来有凡有胜 那先知道这个 那然后再看就是一五届十三去修 这个是人 我们说的五圣共法 那三圣共法重在解脱 那么解脱重在戒定会 主要是这个 大圣不共法 大圣不共法 重在幼渡波罗蜜 幼渡波罗蜜 幼渡波罗蜜主要的 主要的 就是基本上在强调 所以大圣波罗金后来有强调 特别强调法无我 那应孙导师的这个大圣的这一部队 主要在印度的所谓的三大席 后面就讲印度的所谓三大席 中官维持五百张 那当然这个就我们现在来讲 中官维持五百张老实讲 离我们有一点点远 我们说过一个思想都是 跟当时的那个时代有关系的 它是为了解决当时那个时代的问题 那当时那个时代的问题 那所以就是感觉上 读中官维持法这些感觉上 第一个名词上的隔阂 就是在名义上 第二个就是感觉在修行上 有一些人就比较没办法强调 那大圣佛法如果回归到大圣的经典 大圣的经典 那些大圣经 那么它重点它就是依三星洗六度 就是波勒心来讲 谷提心 大背心 无所得心 就是其实它核心就是 它谷提心 然后背至双云 不畏双修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演化出来就是三星六度 这个是所谓的五圣共法 大圣不共法 三圣共法 大圣不共法 三圣重在 三圣重在无我 重在无我 三圣的修行就是三圣共法里面的核心 在缘起无我 那大圣的核心在福治 就是无畏双修 基治双云 然后自立它 自觉给它重在这些 所以六度波勒入人 那这个我们稍微 就还没讲到 这三个部分我们就稍微先知道 不过是因为大圣不共 往后面就把维持啊 中官啊 如来藏 因为这个是印度大圣 印度的初期大圣还没有这些 当然隆树 隆树是中和所有的大圣 然后就是有所谓的中论 就包括他有一条 升官寡行的菩萨道 然后写了这个中论 八部中道 那八部中道 由我们先了解说 大圣要处理的问题 基本上是法无我的问题 三圣要处理的问题 是人无我的问题 不是我 基本上这是连起我 那大圣就因为 部派后来有所谓的 人无我 法有我 所以大圣要处理的问题 加了一个法无我的问题 就是法空的问题 大概是这样 后面我们再慢慢来想 就是说先让大家还没进入之前 基本上 所我知道最重要的 主要的三个部分就是 五圣共法 三圣共法 八圣共法 就是这样 那前面的这个 这个国会进三宝跟母法记录 就是不惨 就是先做一个提示而已 就是从这里 然后进入真正的母法 好 那我们来看 八十一页 發真上身心 修其生人增天的正常法 是佛法中的下世道 那么也就是出世圣法的根基 所以这个跟赞同别语他一样 他是根基 不管你是大圣的 你是三圣的 都要从这个根基往上 那这个真上身心 我们说过 佛法 我们多写几次没关系 就是后来就会熟 学而实习之 就常常故习 那这个三心 这个真上身心 这个真上身心 这个是 然后初离心 这三种 初离心 五平心 就是三种发心 这个是发心 三种发心 三行 三种修行 那得三果 就三种结果 就正果 发心修行正果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真上身心 那修五戒十三 一般我们叫做私戒 不私持戒升天之法 五戒十三 五戒可以得基本的人胜 那么再进一步修十三 可以升天 所以就叫做人天 那果报就是人天 人天福报 所以做了没有福报 那么还有一些业果 人天福报 就是人天 我们叫做人天秤 如果从五秤来讲 那初离心 这个就是修 戒定会 我们叫做三五六学 这是三十七道语 这是 这般来讲 把所有佛法解脱的法门 分做七类 这个是不派分的 这是三十七道语 那我们也可以讲 这是三十七道语 不离开戒定会 就是三五六学 也不离开八十道 那我们 但是我们用三十七道语来代表 但主要就是戒定会 修戒定会 那这个升天也有定的部分 但是基本上就是 一戒天文 但是你修 你修定也是升天 但是那个是色戒天 三十七道语 然后得什么 得四双八倍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要证阿罗汉 出三戒 阿罗汉果 阿罗汉果 阿罗汉有两种 阿罗汉有两种 一种是会解脱阿罗汉 一种是去解脱阿罗汉 那它证了之后也有两种 有余内盘跟无余内盘 那这普提心 只有六度波罗蜜 一山心形六度 六度波罗蜜 然后证什么 就证佛 那还没证佛之前 就是菩萨道 大概是这样 这个是 我们就把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人天称 五称 五称共法 五称共法 这个是三称共法 这个是大称不共法 不共 这两个一定修这个 这三个一定 这两个一定修这个 然后 这个 这个大称 这个没有修这个 这个也没有修这个 这个也没有修这个 所以他就大称不共 不共其他的 那其他都有共 这个也共这个 但是这个不共这个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没有修这个 但是这个一定有修这个 所以也是共 五称共 那这个是正阿罗汉 这也是生忍作天 然后这个三心 修三心 正三种果报 好 所以他这里叫做 发真上身心 身上就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俗胜 修极 修行 积极 有累积 所有的业报都是累积过来的 不断的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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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天 就升人跟升天的正常道 那我们说过 升人跟升天有差别 升人就是五界 佛法就是几个城市 先不断三二道 不断三二道 就在美的基础上 进一步 升天 然后欲界天 色界天 再往上 然后出三界 然后不但自己出三界 还能够利益很多人出三界 大概就这样 那么这个是佛法中 这个是正常法门 但是是佛法中的下四道 也就是出世圣法的根基 所以叫做五三共法 那么他说 修出世的三圣圣法 所以不求人天果报 那你修三圣圣法 你不是求人天果报 你要求什么 求四双八倍的这个解脱道 处理三界的果报 但是不求人天果报 但不是不修人天善业 不求人天果报 但不是不修人天善业 这个是人天善业 他要修人天善业 用五戒十善 所以但是你修五戒十善 不是为了 这个出离心 他也修五戒十善 但是他不求这个 他要求这个 所以他也有戒定 也有戒 也有善 五戒十善 戒定会是包括善 但是善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特别强调就是了 那佛 所有的佛法都是诸后 都重上获取 这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说 不求这个人天果报 但不能不修足这个人天功德 一定要有这种功德 这种善业 不然没有办法 他比喻说 从新竹去台北 因为福元制作是在新竹 那惠里长长在台北 所以他说 你从新竹到台北 新竹到台北中间有什么 桃园 就是从县市来讲 中间就是桃园而已 其他没有 上去就是台北县里 就是台北 中间就桃园 那么不能不经历桃园的以前 你不能跳过桃园 你一定要经过桃园 你可以不在那里下车 但是你不用在桃园下车 但你不能不经过桃园 你可以不生人天果报 你可以不生 你可以不在人天出山街 不在御界射界 但是你不能不修这个法 其实是这样 以前不是 以前是 我修大乘的 我就不修讲书法 我修圆教的 就不修顿教的 就变成是这样 其实不是 这里就是要说清这种官员 有一些是大家都要的 如但以求生人间天善为目标 就名为人正天正 是佛教的共事间法 如果你单单 但你单单是要下辈子 那有些人是 有些人学佛也不一定 要出三界 要成佛也没有那么大的目标 他学佛就是希望 我这辈子的下半生 可以过好一点 实际上就这样 所以让我 因为他看见有点老了 生病了 没有哲女照顾 或是哲女没有能力照顾 又很辛苦 他希望 像是这个武器的时尚 然后让他自己不用那么痛苦 他只是这样 或是说 他以后再来做人的时候 不要像这一次这么痛苦 或是甚至在进一步 他不想来做人 他要升到天上去 寿命不又长 福报又好 不愁吃不愁穿的 又没有不好的恶因恶远 都没有 他希望这样 那这个是 也有很多人这一列 佛陀师太也有很多人 佛陀师太也有很多人 佛陀师太很多人都圣天 也有很多人 他不一定 很多佛人们只是想圣天而已 很多在家居士也只是想圣天而已 他也不一定要出三界 要出三界大部分都出家了 没有出家 但是有很多在家 他一月有家庭 他也没有办法省心 但是他也有出家的事 没有 就是生非出家 但薪失 生非在家 但薪失出家 也有这一列的 但不多 那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所谓的人秤天正 就是你只想下辈子再来的时候 好一点 下辈子生到天上 舒服一点 幸福一点 只是这样而已 那这个是佛教的共世间法 一般就是三种 世间法 人间正 初世间法 三秤 就是这个三秤 生母人间正 二秤 那四初世间法 大秤 如果这样来讲 他就是这样 这个叫世间法 这个人间无报 这个叫世间法 这个正阿罗汉出三界 这个是出世间法 三界就在世间 这个世间就有三界 他就在 他就在欲界跟色界 乃至于修定到无色界 一般叫欲界跟色界 欲界而已 一般五界实战就叫欲界 那修定了才能就到色界 那么 但是你一般的修定的外道 还是在三界里面 虽然他想解脱 但是他在 出不了三界 这个是出世间 所以这个叫做世间法 共世间法 这个叫做出世间法 那菩提心成果呢 是菩萨道不能够出这个世间 要来这个世间不动生 所以这个叫做世出世间法 就不一样 世间法 出世间法 世出世间法 就在世间行出世间法 好 所以出世间 但不理世间 那基本上是就这三个 好 那我们讲 他说这个人天是共世间法 就像奴家敬于人称 奴家不讲三世 他不是没有三世 但是他不讲这些 他就着重在现世的一切 叫于敦伦敬分 人称道德 讲这里 那不讲生死的事 不讲死之后的事 不讲还没生之前的事 就不讲这些 他告诉你 你要先放在重点之放在这一生 不是告诉你没有死后的事 有 但是他不讲这些 他告诉你为之生 一言之死 你现在的事都做不好 你还想到以后的事 也把现在的事做好 现在的事你都做不好 你还想以后要怎样要怎样 以后可以怎么样 那这个是 其实这个也对 但是他做好了之后 他总是有一个目标 但是他比较不讲这些 我们讲 人称 道教 耶教 回教 通与天称 但是这个道教 现在我们讲的那些 那些有些道教 如果是老子的道德经 老子的道德经 他有何有可能是 他要出参界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概念 但是就类似于天正 但是老子如果是天正 他也是涉及涉界天主教 那其他的耶 耶书教 其实就是天主教基督教 天主教基督教 所以用一个耶教 来 那耶教一般讲耶稣教 基本上就是基督教 基督教是以耶稣为主 那回教 回教跟基督教 天主教 都是同一个上帝 回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德太教 同一个上帝 乃至于印度教 泛天 也同一个上帝 但是他不同 不同的 着重的程度 跟他一样 西方讲的上帝 就是回教的上帝 基督教的上帝 德太教的上帝 天主教的上帝 其实是同一个上帝 本源 但是如果中国讲的上帝 就不是 那 讲灾界物浴 可以是上帝 那个上帝 就不是基督教的上帝 那个基本上是 类似像高一天 天上的帝王 天上的君王 天上的君王 那个又不是上帝的概念 其实不是 好 那这通以天秤 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的宗教 都在天秤这一方 大部分 那有少部分 是在鬼道这一边 杀德道里面的鬼神教 有一些宗教是鬼神教的 他不一定是天 那连人都不够 他是以鬼神为主 但是一般就是人天秤人天秤 既然一般 世间法也可以达成 生人生天的目标 所以你要做人 你要生天 你不一定要新宗教 其实不一定 那新宗教 他有正确的方法 就比较容易达到 但是如果方法不正确 那就不一定 比如说祭祀要生天 比如说印度佛罗门 他透过祭祀升天 祭祀可以升天 不但不能升天 反而会让你生不了天 因为你杀生 你杀生祭祀 反而让你生不了天 所以有些方法是错误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要健康 有一些健康方法是错误的 不但不能让你身体健康 反而会造成你的身体伤害 所以以前的人 看到世间的现象 他也觉得疑惑 他说 这个儒家里面有一本 叫做中论 中论不是我们国家的中论 他有一本就叫中论 一个叫做徐干的情人 就是先行时代的思想 主子百家那个时代的思想 他也说到说 世间的人 就是只要是人 人基本上都有这种现象 好生不死 人莫不好生 就喜好 他怕死 他不要死 喜欢活得好好的 喜欢活着不喜欢死 好生不死 那道家叫做 那道家叫做 这人家 人家 人家都是好生不死 那这个道家叫做 我趋吉避凶 这件事对我不好的 那么 我一定要怎么 尽量扫兵 就是 看有战争 赶快闪开一点 有大火烧起来 赶快闪开一点 那佛教叫做 离苦得乐 那两个都是这样的 离苦 好生不死 趋吉避凶 离苦向乐 那基本上都是这样 可是 你会发现到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人 每个人都好生 好生不死 可是 你看他做的 基本上是什么 基本上是 让自己 渐渐的什么 趋向死亡 那你看起来 像是趋吉避凶 可是 把自己陷入为危险的境地 你看起来像是 他是要离苦 大家都一样 心都一样 但是 你看他的行为 发现到他什么 好生不死 但是 却让自己 兵领死亡 然后却让自己 悟入险境 凶敬 兄弟 就是 到很 不 就是不安全的地方 让自己 让自己 本来是要离苦的 让自己越来越苦 就是 迷 就是说 迷的时候 遇南而返北 你想要往南边走 但是你认错路了 人家告诉你错 遇南 想要向南 但是 因为你的路不对 你走的路不对 你修行的方法不对 遇南而返北 所以说 你说杀生济世 能够让你身边吗 没有办法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宗教里面 他告诉你 升天的方法 不一定都是对的 你像 佛教那个 宾拉登 告诉他们佛教徒 你背着炸死 这些异教徒 直接升天 那是最快的方法 可是这个 真的可以升天吗 不一定 你持重 持了什么 就可以升天 真的就可以升天 所以宗教里面 有一些方法是对的 但是有一些方法也不一定对的 但是佛教告诉你 这样可以升天 就决定可以升天 它是有效 直接 正确的方法 但是其他的宗教 就不一定 他不一定有效 但是他 有时候是间接的 那 那 有时候不就近 就是会夾掌的 不一定 所以 所以这一些 就是说 它重点在你的方法正不正确 有没有完全正确 还是大概正确 不一定 还是有正确 你会发现到所有的宗教 都有升天的法 而且都讲天堂跟地义 一定都有讲 他不一定讲六道 不一定讲五道 但是一定有天堂 人跟地义 这三个 就是人 天 往上 往下 一定有这几块 因为人就一定有 那是人的宗教 但是有 往上的就升天 往下的下定 只是佛教讲的多一点 讲六道 人上面 三三道 人在三三道 最初 底下还有三二道 那 讲的多了一点 其他的宗教 就 你看基督教就讲两个 天堂 地义跟人 就是这样 但是他告诉你的方法 不一定正确 我如果都不信宗教 能不能正确 也可以 你要做好了就可以 做善事就可以 你像基督教 天主教 做善事是 为上帝 因为 他们的观念是 我听上帝的话 做善事帮助别人 那么上帝就会赏识我 所以你升天 你升天 那个是上帝的赏识 那道家也是这样 散散罚恶 天 上天 散散罚恶 中国早期的思想也是这样 他们没有夜报的概念 散散罚恶 出发 法恶就是出发 法恶 这是 这是 出发 这个不好的 那这个是由上帝来给你 上天给你 所以你做这些的目的是要获得上天的肯定 那么他才能赏识给你这个东西啊 给你功德啊 给你升到天上去啊 但是佛教不这么说 你其实是夜力也对 你只要做到善 不用善地确定 不用天能确定 跟天没有关系 天他自己都是因为行善而升天的 他也不是上面的天把他拉上去的 他是自己 依自己的夜力而上升的 所以就算你是 其实就算你是无神论 你完全不信 但是 你虽然不信有人为 但是你也不毁棒 但是你自己本身做一个好人 不断努力的帮助其他的人 那么你还是会升天 因为你的商业升天的 但是如果你 你是无神论 但是你 你波无因果 然后告诉别人 然后不断不断的在 伤害别人的政见的话 那就不一定 就是你变成一种邪见 但是有一些像有一些科学家 他也是无神论的 有些科学家 他不相信有因果 有论会 有约报的 不相信的 但是他也是努力做一个好人 那他能不能升天 可以 他还是可以升天他 但是如果你上波及了戒 那就固定了 那就固定了 他会打击政见的话 那就固定了 因为他 这个就有业在 那你都完全不信中教 你就是在家做贤妻 然后你或是做一个好人 然后照顾其他的人 你还是可以 你还是可以得了 那其他的宗教基本上 是因为信他的神 他照他的神的话做 神就可以给他赏识 所以他们就要说 这一切的善事 荣耀归于上帝 这是要这样 你看那个德雷沙 他做那么伟大的神 为谁做人 为上帝做人 因为上帝告诉他 他从穷人的身上看见上帝 他非要把这一切荣耀 多于上帝 那么伟大 他肯定可以升天 他肯定可以升天 但是他升天 他不是 他是为上帝做人 但是这也很伟大 因为佛教他基本上 告诉你 一切都是制作业制作法 好 那你说那一样都可以升天 我只是为了升天 我就不用信佛 不对 佛教告诉你的升天方法 是最正确的 最有效的 最直接的 他是告诉你这样可以升天 就决定可以升天 其他的宗教告诉你这样可以升天 还不一定 他告诉你这样可以灭罪 就决定可以灭罪 可以离苦 就一定可以离苦 其他的宗教告诉你这样可以离苦 就不一定 就像道教 有些道教 告诉你这张笔贴在家里面 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不一定 就不一定 你吃什么做 这个所有的鬼道都不敢侵犯你 你就不会恨死 不会怎么样 不一定 你越来越还是一样 所以 但是佛教告诉你这样就决定是这样 一向说 没有第二种 决定说 这个就是差别 这个就是差别 好 那我们往底下看 他说 如果求生人间 所以他说 一般世间法也可以达成生灵升天的目标 那么 如果我只是要死 如果我只是要来生做个幸福 美满的人 升到天上 这个幸福快乐的天人 那么 我又何必一定要归于三宝 因为 我不信三宝 我也一样可以升天 也可以做人 那我何必要修这个五圣控法呢 因为 我们现在讲五圣控法就是 它是这个你要往三圣的基础 但是如果我不想要解脱呢 那我也不用修了 不对 我们刚才讲 因为佛教的方法更直接更有效 而且你修五圣控法 你可以站在这个五圣控法上 哪一天你想往上就可以往上 那你如果修其他宗教的人 你要往上那就不一定了 因为他不太一样 你不是那个理论 你之前都是有上帝的概念 为了上帝而做的 所以你没有那种理论就不太一样 但是还是有善保 依然有善保 但是要转回来 他还有一些些 因为你没有前面的 你没有前面的文法 没有文正法 好 我们接下来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佛法并没有说 你求生人间天上 一定要过一三宝 要说佛教的五圣控法 没有 确实也不一定要 当然是 但是他是更什么 就好像你要治病 你要治病 你也不一定说要看 要去医院看医生 老实讲也不一定要 医院看医生 那要跟你照 比如说照一个时光 跟你做种种的检查 确定你的病 然后再确定你的药 先要确定你的病 确定你这个病是什么病 病因是什么 然后再确定你的药 然后再确定你的治疗方式 确定你的治疗方式 再确定你的药 一样 那这样就 因为你很确定 吃这个确定 病是从这里来的 那如果不确定 那就不病 因为你的病 你不看医生也可能会好 你不看医生 你也可能会好 有些病 有些病 你不看医生也可能会好 真的 但是就不一定 有可能 有可能越来越严重 就是不一定 但是你看了医生 决定了 你就一定会好 那类似像这样的 好 所以 它说 归一三宝而修 五正共法 不但更为稳当 你当然就是 佛法说这样 就绝对是这样 其他的宗教不一定 那你说 那佛教徒当然 当然 卖瓜就说瓜田了 其实不是 你从宗教比较上来讲 你就知道 佛教即使种在法 其他的宗教都种在神 他那个法只是点缀而已 那个法不过就是 你说基督教 基督教是种在上帝 乃至于上帝的儿子 耶稣 那个是基督教 那天主教是种 比较种圣子玛利亚 比较种 天主教拜圣女的比较多 基督教拜耶稣的比较多 当然有些拜十字架的 那不管 但是他们比较没有种那个理 他们种神 那么那个法 也不过就是神的话 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不种在佛 种在法 那个道理不是佛说的话 而是佛发现的真理 然后佛自己去努力 证得这个真理的方法 都不一样 那基督教天主教 回教上面是 比如说 回教之中 木阿末的 先知讲了什么话 那个就是真理 耶稣讲了什么话 那个就是真理 那佛教不是说 佛说了什么 那个就是真理 不是 佛发现了什么真理 把它说出来 这个是不一样的 佛发现了什么是真理 把它说出来 让我们知道 发现正真理的方法是什么 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 这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佛法不同的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宗教都重在神 神说的话 其次 听神的话 可以到神那边 成为神的什么 子民 但是听佛的话 跟佛一样的修行 可以跟佛一样 其他宗教不可能说 我信佛教 我成为阿拉 我成为木阿末的 那是不可能的 我信基督教 我成为耶稣 成为上帝 那也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佛教告诉你 你相信佛的话 佛是这样走过来的 你这样走 你以后也可以成佛 其他宗教不可能 最后跟他的神一样 成为上帝 成为耶稣都不可能 还成为上帝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你都不可能 他是唯一的 他是独一的 可是佛不是独一的 谁这样修 谁就成佛 十方世界都有佛 可是 所有的世界只有一个神 一个上帝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佛法告诉你的 其实是直接 正确 稳当 有效的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 还可以一直往上 那你升天 其实就没有了 升天就是最后的目的 到了天 你就在那里 你认为你这个是最高的 你也不会再往上修 因为你到那里 就认为是最救星最好的 那其实不是 所以 以进入佛秤就当了 就是也可以作为你成佛的资粮 当然如果不信佛的人 他就不这么认为了 但是信佛的人 那时候你了解夜报的人 我只是想到升天 我只是想到下辈子来过得好一点 那我也不知道学佛 你没有错 但是你学佛更好 其实更好 更有效 对你未来更好 更直接 那么只要向上圣进 就可直入初世间 就直接进入初世间 反之如信其他宗教 虽也能升人升天 但没有在三宝中积极善忍 或反而引起不必要的固执 得少回主 你就觉得那样就是了 那或者你这种固执 你这种固执 会造成过大的恶业 你说何教徒 他就觉得佛教基督教 这些都是魔鬼 所以他会破坏 他会 佛教徒他会破坏 很多的其他的宗教的东西 他会造恶业 那佛教就比较不会 你看他知道这些是 每一个世间的永远不一样 你信回教信基督教信清楚教 不管你信什么教教 你不要造恶不要学见就好 为主无理 因为每个人的永远不一样 就算你要信一块道要也没关系 那是你的永远 你只要行善慈戒不伤害人 你在这个基础上 那你的永远道要慢慢慢慢上来 那也没关系 甚至你都不信宗教也没关系 那只要你不造恶业 那不多善恶到自己受苦就好了 他也不会说一定你那个就是邪教 他不会这样讲 这是其他的宗教没有 你只要不信他们的教 其他都是邪教 只要不信耶稣的其他的偶像 都是偶像魔鬼 就是这样 佛法不这么说 所以他有可能过于积月就被人了 本来要修缮 反而造了很大的恶劣 所以宗教战争很多都是这样起来的 都是为了神啊 为了要上天啊 结果反而什么 造了恶劣 很多是这样子的 这个叫做成见 我常常觉得世间最大的两个诈骗集团 一个是宗教 一个是政治 那个都是大规模的 而且都是宜莫人心的 我觉得啦 宗教跟政治 这个是大型的诈骗集团 就是说有一些比较是他不讲道理 有一些不讲道理 那只是热情激情感情用事的 很多都是这样啊 佛教如果你没有智慧 其实有些看起来像诈骗集团 真的没有智慧 你好像表列正在学口 明信明的要死 处理事情完全都是感情用事 都是意气用事 这个其实佛法没有这么说 佛法真的是 他真的是要严感 你走一条正当的路 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宗教 包括佛教有一次在里面 也很明显 也很明识 大家就强调那种神力啊 神迹啊感应啊 只要这个捐了多少钱 你就会得到多少福报啦 你只要捐了多少奏 你就会得到多少力量 反正都强调那种不可思议的那一部分 佛法当然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啊 佛法当然有了 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想得通的 就是我常常觉得佛法中的不可思议 后来都变成不可理喻啊 完全没有办法用道理讲的啦 都变成不可理喻啊 就变成不可理喻啊 就即使这个是不对的 只是说一般人自慧能到那里 可能一下子说不清楚 但是所有的佛法都是可以讲清楚的 因为他都是依道理来的嘛 有些法生死虐法都是可以讲的 只是世间的人 有些人智慧没那么高 一下子没有办法跟他说清楚 还有一些方便说 但是所有的佛法都是可以的 用理论来说的 都是可以的 那大部分的人不晓得这个道理 那宗教有一些都变成迷信 自己迷还引导一大群人 也迷在里面 后来就慢慢你就会发现到 他形成一个共犯结果 就诈骗结果 就会变成这样 那一大群人 迷失在那里面 隐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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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佛法基本上在当时那种96种外道 当时的那种情况下 厘清了很多观念 因为这现在一段还有很多古籍外道 我之前看过一个影片 拍那个印度 他一辈子就举一只左手 举一只左手 如果他用右手 他是左手的话就举右手 他就用右手 他不可以放下来 几十年就不放下来 他怎么样不放下来 他上面把那条绳子 我常常在想 他怎么样那种绳子一直不放下来 他会伸啊伸骨也会疼 他就这样 上面雕条绳子 那个房子上面绑一个 那雕条绳子他就这样 然后他就用一只手而已 送钦啊 怎样都用一只手而已 那个绳子也抢而斗 他不放下来 那有的举一只脚 有的就是头埋在沙里面多久 有的在树上存不下来 好像各式各样有苦行 那这些苦行是为了什么 为了解脱 可以解脱吗 不能解脱 那升天呢 这样的苦行可以升天吗 很难说 也不一定升天 但是因为这种修苦行的人 大部分持戒都很敏感 他有可能会升天 但是还要看你持的是什么 戒喔 如果你修古学 你又持牛戒狗戒 那种就不能升天 那种会成为牛戒狗 他也持戒啊 他也行善啊 可是他持的是牛戒狗戒 学牛学狗 他后来就做牛做狗了 他也不能升天啊 那你说他都冤枉啊 一辈子 一辈子都在修行 结果最后还过了三年到 可是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 他以为可以升天啊 就好像那个宾拉登的那一些 那一些勇护者 他以为乍放飞着 然后为上帝牺牲 为阿拉牺牲啊 真主次大嘛 为真主牺牲 然后就可以升天 然后你知道 他下山路道去 他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 所以这种就是 道理上不明白 这很危险 宗教很多就是 就是一马尼中马 很多是这样子 那佛法他就讲你 他讲道理 所以佛陀最重要的是要让你听法 见佛是为了文法 那我们有时候变成打过来 我们宋经是为了建佛 不对 我们建佛是为了文法 那文法呢 文法是为了建法 文法是为了建法 就是侵入于法 跟法相应 跟法相应 就跟佛一样 正觉于法 那我们现在不是啊 我们现在都变成 现在变成 我们变成 我们不断的宋经 不断的宋经 是为了建佛 但是建佛其实是为了文法 那你只要建法跟文 就是你建佛 我们是这样的 你看 现在有一点点就是 你对佛法的理解有点混乱 佛陀时代我们先讲 因为佛法无人说 虽会莫人解 佛是唯一知道真理的人 所以佛法是从佛 佛是法本 他是唯一知道真理的 他把真理说出来 告诉你怎么证得这个真理 后来佛弟子也证得真理 就变成佛法是由佛 佛跟佛弟子所说的 其实不一定是佛说的 原来是佛 佛是法本 佛是法王 是法的根本 所以 所以 要文法就一定要建佛 因为你没有建佛 因为当时没有书啊 所以你要建佛 建文建法 所以建佛是为了文法 那文法呢 文法是为了建佛 这个法是指真理 那这个是正得真理的方法 那就是 但是文法到建法 建法就是什么 弃物与法 我们叫做正法 正得真理 正真理 这个建就是深刻的认解 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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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契路 的误解 就是 深刻的 误入 了解 是为了文法 那文法跟建法当中 它有一个程式 叫做什么 师 你要透过思维 你要透过什么 透过修行 然后才能正 才能正 所以它就有一个文师修正的力量 它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是 稍微 稍微改变一下顺序 因为佛不在了 佛不在了 那从佛头留下来的法 照理讲 直接从佛头留下来的法 修行就可以了 就可以建法了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取其中的一部分 然后怎么样 念佛 有一些 或是念经 念佛 就是你没有办法见佛文法 但是 其实法已经在了 法是在 你依这个法 师修 然后就见佛 那见法就等于见佛 见法即见佛 可是见的这个佛 不是这个报身佛 不是这个色身佛 见的是法身佛 见佛的法身 这个是真见佛 这个是见佛的外相而已 这个是见佛的功德 见佛的真身 这个是见佛的假身 这个是见佛的真身 就不一样 那我们就这样 念佛 念佛之后 往生佛果 生佛果 生佛果 生佛果之后要怎么 在见佛 那见佛之后呢 见佛之后就回到这里了 见佛文法 听阿弥陀佛 天佛说法 是不是 听阿弥陀佛说法 说阿弥陀佛说法之后 再刮开见佛 就见佛 刮开就是心开嘛 就是误入嘛 一样就回到这个城市来啊 那你在极乐世界 听什么吧 跟说佛世界一样啊 你跟武力气劫是发生到 你还不是又回到这边啊 那你在这里就可以开始 文法 然后诗修正啊 你为什么还要绕一圈 要先到 先到极乐世界去 然后再 文诗修正 当然 造诗修正就有一个好处 不会退转 就有一个好处 他不退转 但是如果到这个层次来讲 如果你一样都可以 那你在这里就要 你开始就文法 进入诗修的阶段 理解 这样讲是什么意思 真语是什么 要怎么 你五根五粒七结诗发生到 你不用到极乐世界 在这里就可以知道了 你为什么 不要让人口一道去极乐世界 听他讲 听那些鸟唱 听那些声音 五根五粒七结诗发生到 你在这里就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修 等到你又去极乐世界才修 你不需要啊 是不是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修了 那你说 那我现在修的时候 那在我寿命近的时候 我再到极乐世界继续修 那就可以 是不是 比如说我现在就修 但是如果我还没 还没修成就的时候 我的寿命就近了 我的暴生就不好了 那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修 那下辈子 我又不知道能不能再接得上 那你担心 那这个时候 你现在就修 然后 一面修 一面 如果我寿命近的时候 我要到阿弥陀佛那边继续修 那个就 那个就比较正确一点 那你现在都不修 就 就 就直接只是念佛 然后就要往生 等到去极乐世界才修 那你 你 你现在就有 你为什么不做 你一直绕一圈 等了几十秒 你在那边再从头来 那你不是 那你不是折腾你自己吗 所以 我是觉得 你如果真的要往生极乐世界 那是很好的 因为哪里有佛 我哪里去 那是很好 那你哪里有佛 我哪里去亲近佛 可是 你亲近佛 你还是一样不断 还是五根五粒续续 是瓜正道 还是戒定位 那你现在就有了 你为什么不现在就修呢 那你去到极乐世界的时候 至少你花开建佛 有快一点 对不对 花开建佛 我们讲什么 变身西方建土中 那么九瓶零花人 你自己花化成 花开建佛或无生 就退菩萨为伴 他基本上是叫什么 建法 就无生法人 弃物正法跟法相恋 那这个过程 文法到建法的过程 就是要施根修 那你在这里就可以了 你这里面有闻到法吗 有啊 那你为什么都不理解 这不法述 那麼你才要修 那不是很奇怪 很多人就 淨土法門就變成 這一些我都放著 我先以往生淨土為主 其他修閒法門都放到 我現在的唯一修閒 就是以往生淨土為主 其他都放到往生淨土後才開始做 這個好像有一點奇怪 那你現在就可以做 當然你還可以往生 因為你做面進了 你還沒學到完成 所以依這個面 你到了極樂世界 切上去 這個也是學過的 像這個四鄉農林國在南東口的時候 有無聲法理 繼續 你這樣告訴你 所以見佛是為了文法 那我們現在就文法 那文法就開始接著來 你為什麼 文法之後 你還要想辦法去見佛 那見佛也是為了文法而已 見佛也是為了文法而已 我們再往底下看 所以如果你不了解這些東西 你就會有一點沉見 就是你的觀念有一點格太正確 那就會對你的修行有些阻礙 對你的功德有一些障礙 就是說不一定能夠那麼殊勝 對依仁天法而進入初釋法的大道 不但不能貫通 反而用善 用色 假設你沒有依五線共法來修的話 你想要再繼續往上的時候 那就不容易 所以同樣是求生人間天上 其他宗教也有 一樣 但是歸一三保 在佛保中修行 確實是比歸心其他的宗教好 很多人都說 你佛教徒 你出家人 你怎麼說 不對 我不是因為我是佛教徒 我不是因為我是佛教徒 所以我說佛教好 不是 我是因為佛教好 我才簽個佛教徒 這因我關係不一樣喔 我說 我請佛教徒 所以我當然說佛教 不是 我一開始不是佛教徒的 我一開始也研究可蘭經啊 也研究基督教聖經啊 我一開始也修外告啊 我不是佛教徒啊 我一開始不是佛教徒 但是我後來發現其他的宗教 我這邊看這邊看 佛教比較合法 我是因為佛教比其他的宗教好 我才成為佛教徒 不是因為我是佛教徒 我才說佛教比其他的宗教好 這個是不一樣的喔 我們也是這樣啊 那如果你還不知道佛教怎麼好 你就成為佛教徒啊 那你就要去理解佛教到底好在哪裡 今天我也講啊 如果我有發現其他的宗教 有一個講的比佛教更有道理 更好更殊勝 我會毫不考慮的放棄佛教 因為我要的不是那個宗教 我要的是那個真理 那個正確的 可以讓我變得更好的那個 真的啊 這個佛法教我 這個也是佛土教的啊 叫做氣馬丹金 這兩個人挑了一袋東西 兩個三人挑了一袋東西 挑了麻布去賣 那到了半路 看見路上有很多的那一種鐵 鐵比麻布值錢 不是鐵 就是銅 鐵比麻布值錢啊 所以有一個人就把麻布放掉 換了鐵 因為他挑去賣嘛 那挑一袋的鐵 比挑一袋的麻 賣更多錢啊 所以他就把麻布丟掉了 裝鐵 走了一半 又見到那邊有很多銀 銀又比鐵值錢啊 所以他又把銅丟掉 把銀裝銀 銀賣更多錢嘛 假設麻布可以 麻布可以 兩袋麻布 一袋賣五百 兩袋賣一千 那那個銅 兩袋銅可以賣兩千 兩袋銀可以賣五千啊 所以他就把它丟掉啊 換銀啊 那另外一個人不換 他說我已經挑了這個麻走的這五公里 如果我把它丟掉 那我這五公里不是白走 他真的想 這奇怪 他可以得到更大的銀 他不要啊 那我不是白走 他不要 他在左右換到銀 銀更多錢啊 他也不要 我前面桶都沒有換啊 我現在換 那我這十公里的路不是白走 那我前面我就浪費了 他沒有想到他沒有換 變浪費 然後後面又走五公里 換他到黃金 那個人毫不考慮的把白銀全部丟掉 換上黃金 兩袋黃金 後期賣 賣一萬塊 那這個人從頭到尾堅持 我已經單這麼久了 我現在丟掉 那不是很可惜 那我前面沒有換 我現在要換 那不是很可惜 當到最後 他就賣一千塊 兩袋麻布就賣一千塊 但是兩袋黃金可以賣一萬塊 他不要 所以你為什麼要休閒 你為什麼要加入宗教 你為什麼要信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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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的是什麼 前面我們講的嘛 就離古得樂 屈己必修嘛 那好生勿死嘛 但是佛教可以講不生不死 就不用有生必有死 所以他可以完全離古得樂 離古得樂 不就這一些嘛 那現在有一個更正確 更有效 更直接的方法 你為什麼不用這個方法 利益更大的 那你為什麼不要呢 你為什麼堅持你那些呢 那你把所有的宗教拿來研究 拿來看 宗教不教 你拿來看 那佛教真的是 真的是最直接 最有效 最正確的方法 你把這些神拿來比較 把上帝的 上帝怎麼對待他的子民 佛教怎麼對待眾生 阿拉怎麼對待信他的人 不信他的人 佛法 佛頭怎麼對待信他的人 不信他的人 你拿來比較就知道了 那上帝怎麼解決事情 佛頭怎麼解決事情 阿拉怎麼解決事情 你可以有什麼比較啊 你就會發現到 上帝意見不信他的人 如果舊約聖經裡面 當然我覺得這個不是上帝的 這個是後面的文家的 但是你看舊約聖經多常報 用洪水淹死他們 用火燒死他們 對信他的人 就依應他們 佛頭不重要 對於很難解決的事情 佛頭都是怎麼解決的 上帝又怎麼解決 阿拉怎麼解決 佛教徒怎麼解決 佛教徒怎麼解決 天主教徒怎麼解決 你可以比較啊 你比較的人才知道 佛頭真是一個了不起的 佛法真的是了不起的法 佛弟子真的是了不起的一個團體 這個不就是三寶嗎 所以叫做三寶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歸一三寶就是這樣 很多人不了解這個道理 不是因為我們是佛教徒 我們說佛教 不是因為我們是佛教徒 我們共進佛弟子 不是因為我們是佛教徒 我們就拜佛 不是念我 不是 而是因為我們發現佛的好 發現佛法的殊勝 發現佛弟子的殊勝 所以我們才成為佛教徒 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好 我們往底下看 他說 凡正性三寶 就是這樣 你才知道佛法好在哪裡 所以我常常覺得 如果我發現真的有佛法 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方法比佛法還好 我們會捨棄掉佛教 但是實際上是沒有 真的是沒有 真的是沒有 這個 這個佛陀 天上天下無辜火 真的是這樣 佛法 佛法也是 所有的宗教裡面 沒有比佛講的 佛法更殊勝更透盛了 這個你看其他的宗教哪一個講三千大千世界 他必不好 沒有 這十方五六無邊的眾生 三千大千世界 其他宗教不講 可是佛法裡面就講得多 這個還是小事 只要講那個真理 所以很多科學家 很多科學家沒有從 研究佛法這邊去了解世界的起源 不然他應該會省很多路 真的 因為他現在都用望遠鏡 用省遠鏡 用那個離子 要了解物質的起源 他如果從原學這個立場去思維 現在發展到所謂的量子力學 有所謂的鏡像宇座 反正還多種 但是如果你從佛法的立場上去研究 我覺得應該會省掉很多 很多路 你看佛法確實是一個真理的發現者 他看到了遠景 就是起源 世間的起源 世界怎麼來 眾生怎麼來 世界是怎麼一種狀態 那我們現在不斷用更高的望遠鏡 去看到宇宙的狀態 去看到最遠的地方 那個就是佛總講的 世間有邊無邊來 宇宙到底是怎麼樣 宇宙之外還有沒有宇宙 宇宙對大師到什麼地方 那過去還有沒有 宇宙之外是什麼 宇宙之內是什麼 宇宙是什麼 我不想這些 其實佛法已經跟你講 是有邊無邊 這個是你有意義的 他是建立這樣一種幻象上面 我覺得佛法 你從佛法的這整個經跟律裡面 來發現佛法 確實是 世間的證明 那一般人 不知道 其實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我們先來看 那他說 好 正信三保而受歸因 正信就是你對佛 佛的殊勝 佛法的殊勝 佛的殊勝 那麼你正確的信解 你不是迷信 不是盲信 不是喔 而是你正確的信解 理解 像我也是 我一開始不是佛教主 我是慢慢了解佛法 我才成為佛教主 成為佛教主之後 我慢慢知道出家是怎麼回事 我才出家的 所以 基本上 你要先從正確的理解裡面 因為你才會很堅固 因為你知道 你不是人允利允 你不是盲童 你不是因為權威而相信 你也不是因為大家都相信 你就相信 你也不是因為你的祖先告訴你 你的爸爸告訴你 因為什麼很有名的人告訴你 那你就相信 不是 你是因為了解而相信 這個是很重要 那如果我們以前不了解 我們就相信 那現在就要去了解 要把這一塊補回來 你才不會狼 才不會一下說 可以一下 你這個不可以 很多佛教主不知道 有一天他在講 師父 聽說在家裡不能送給總經 沒有鬼都會來找你 師父 聽說不能就放在家註念 不然那個註念的那個 那個預金債主 討不到要 因為他往生幾天時間 要討不到 他也會架在你身上 事事而非 很多 一大堆 所以 你不了解 你就要去了解 不然你就會變成明信 表面上是學否 實際上 實際上 你學的不是佛 一點覺性都沒有 我們現在看 所以你正信三法 然後你歸一 歸一三法 那麼成為佛弟子 歸一佛向佛修行 歸一法修行 歸一生就以生和合 同行同業 就這樣 那佛教 佛弟子修學五正共法 要從哪裡入手呢 這是金剛君講的 因緣何處 因緣何處 因緣相互其心 那我要怎麼修呢 歸一經的 我要怎麼修學呢 那學否的理解方面 因為應該先修於政見 要先理解 正確的知見 那政見沒有 你後面都不用講 政見之後要正思維 政見正思維之後 就要表現在你的身口上 行為語言思想上 然後這個根基打穩了 才能怎麼進一步 正念正念 正經進正念正念 就是這樣 所以要先修習 學否要先修政見 然後修正面 就發覺到你們 政見 政見一定要經過正思維 你聽的是佛的政見 但是不是你的政見 因為你沒有正思維 佛講的是對 但大樓你這裡變不對 有很多是這樣子 佛說的是對 但到你的這裡隔住 不一定對 所以這裡講 正念就是正當的生活方式 所以歸一佛 從此過絕悟的生活 歸一法從此過正當的生活 歸一生從此過親近的生活 就是這樣啊 你歸一三保之後 好像你就多了一個 我是三保定主 其他沒有什麼改變 也沒有正見 也沒有正命 也沒有正念 那你到底 你的佛定主到底是佛在哪裡 法在哪裡 也是一樣火煩惱惱 不是 歸一生從此過親近的生活 歸一法從此過正當的生活 你還是邪之邪戒 還是呼裡呼土 歸一佛從此過覺悟的生活 你還是迷迷無虎 無理無睹的 那你到底歸一三寶是歸誰 三寶在你身上一點寶都看不出來 寶就是價值嘛 你歸一的三寶 你到底提升那是什麼價值 沒有啊 那你這個歸一三寶有名無子啊 沒有意義 但很多佛教主是這樣 那這個就失去那個價值 就沒有意義 好 那他說 學果的方面 理解方面先修什麼 先修正見 行為方面先修正命 正見正思維 正命就是正與正業正命這三寶是行為的 那佛誠說正見與正命的人難得 確實是難得 那說我常常講 佛教主有兩個毛病 一個是不長見 不長見就沒有正見 一個是不長見 不長見就沒有正面 你做得完全不對的嘛 不努力嘛 不努力依照佛的來修嘛 你也不知道怎麼說這詞啦 所以我常常講 犯罪的人有兩種 因為無知而犯罪 因為無力而犯罪 你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這樣錯了你就做了 結果錯了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這個不能吃你就一直生 結果吃到身體餓哇了你才知道 因為無知而受苦 因為無知而受苦 因為無力 你要反抗沒有力量 你又不曉得怎麼讓自己有力量 那你也會受苦啊 你知道不好 或是你沒有力量 你知道不可以在這裡太久 可是你跑不動 你就不能動 水淹來了你就慢慢被水淹死了 就怎樣 火來了你跑不動啊 你就被火燒死了 你也知道要跑啊 但有些不知道要跑的 那你也知道要跑 可是你都跑不動啊 你不知道怎麼讓自己小文欲漾啊 一般就這兩種 因為無知而受苦 因為無知而造業 因為造業而受苦 不是因為無知而受苦 因為無力改變 受苦 也不知道怎麼改變啊 他不想要受苦 一個是不知道這樣會受苦啊 一個是他知道這樣會受苦 可是他不知道怎麼改變 讓自己不受苦啊 那世界就是這樣啊 可是佛法現在解決這種問題啊 所以你第一個要有證件 那證件的會來了 證思維 然後之後就證你 證業 證命 你才有力量啊 你知道是知道你沒有透過行為累積 你沒有力量啊 你知道這個 比如說你知道眼睛不好 要怎麼樣 可是你沒有錯 他就沒有力量啊 你知道身體不好 要吃什麼可以補 你知道是知道你沒有錯 你就沒力量啊 你就補不了啊 沒有補啊 一樣的道理嘛 好 所以他這裡就講到 五千共法裡面 兩個重要的觀念 一個證件 證件底下一定要有證思維 證件會引發證思維 但是有些人有證件不一定有證思維 佛法講的是證件 但是到他那裡就不是證件了 所以他 他知道的是證件 他說的是證件 但是他想的不是證件 就是佛法跟他曲解的 也有這一部分的人 所以證件 證思維 然後證命 證當的生魔方式 那麼這個包括證理 證業 其實就是這樣 那這一部分很多人都省掉 都沒有 那一開始就要證念 證定 證經性 證念 證定 沒有 你那個證經性不是證 你那個經性不是證經性 你那個念不是證念 因為你有證件 你就念不是證念 那一般他們講 證念 證思 證念 證思 知法 入法 他就是這樣 你對那個法 你根本都不知道 所以他說證件跟證命的人難得 不容易 那麼對這兩項如能夠修習成就 那麼盛進就不為難 其實老實講也不難 也不難 難就是因為大家都不學法 大家都不學法 那學法沒有真正的 那麼依法去修習 那這比較麻煩 那麼向上修學 出示法還不難 何況求生人間天上能 如果你真要 你要解脫就不難 真的 你就算要解脫都不困難 依法就可以得學能 那何況是生人間 所以也不困難 那麼先來講 證件 因為他講兩個 一個證件 一個證念 所以他接下來就 就是武政共法裡面最重要的就是證件跟證念 那麼就是如果你把它拉開來 就是證件 證思為 證語 證業 證念 那其實就是五戒之道 因為你沒有證件 你就會換戒 你就會造散熱道的業 血之血見就容易造散熱道的業 好 我們來看 接下來就解釋這個 因為證件跟證念是武政共法裡面最主要的 那證件是正確的見解 見就是認知 見跟知識不一樣 見是從推理而來的堅定主張 有了解 那一般我們常常也講 這是量 比樣就推理而來的 那聖言量 就從佛一個有智慧的人那邊聽來的 我不知道怎麼樣 但是他講的大概都會說 聖言量 他講的是真理 這個人不會講謊謊 所以我不知道他講的是不是事實 但因為這個人不講謊謊 所以他講的就是真理 但是我雖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樣子 但是我相信他講的 所以是聖言量 那比樣就是透過推理知道 透過推理知道 比如說山邊那邊有煙 那我就知道有人在燒我 那就表示那裡有人 山那一邊我看不到人 我看不到人 但是我看到那邊有煙 就是人家燒木材的煙起來 一個一個起來 那個不是真理魔 那個就是有人在那邊煮塊燒起來 所以我就推進那裡有人 那個是從推定來的 從推定來的 那這個是認知 就是堅定主張 所以政見是折善而固執 所以你說固執好不好 固執要看你是固執什麼 折善固執是好的 我不殺生 我就是不殺生 你說是不是固執 固執吧 我補提心 我不推補提心 是不是固執 固執 先定個這樣主張 但是這種固執不是那一種 不是那一種 那一種 那一種就是你心裡面 那麼有那種執著的那種煩惱 執著那種 你不是那種固執 但是政見一開始就是折善固執 我不殺三二道固執 我不殺生 不偷盜 不邪癮 不妄癮 不兩舌 不餓口 不虛癮 我堅定的要這樣做 那就是這種固執 折善固執 一開始就是要折善固執 那麼學佛要有證件 如開始旅行 要先對旅途先有一番正確的旅行 一般是兩種的 一種就是法型的 法型人比較強要這樣 你不要告訴我 你告訴我什麼修 你應該要先 你還要告訴我 為什麼要這樣修 道理在哪裡 那性情人就不是 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道理 我也沒辦法分清楚 你告訴我什麼修就好 我就照這樣做就好 性情人是這樣 你告訴我那麼多道理 我很麻煩啊 你沒有辦法分別那麼多 你只要告訴我 我要怎麼做就好 那有一些不是 你不要告訴我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樣做的道理在哪裡 如果我不這樣做會怎麼樣 如果我這樣做會怎麼樣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然後我要先講句 你要先知道 我就說你告訴我 要看一下哪個方向 多遠 然後那你有什麼 萬一我找不到 我自己可以去 有些說你不要告訴我 我就跟著你走就好 反正我跟著你走就好 有些就是這樣 你告訴我方法就好 所以有兩種 你就是法型很細心的 但是不管法型很細心的 你都要先大概大概理解 你什麼都不知道 人家說好你就說好 難怪不好咧 你要大概知道 所以你要知道 就像旅行一樣 對於目的地要有一個正確的了解 而確信這是達到目的地的正路 詳細你可以不理解 但大概你要知道 正確的認識不一定成為正確 如現在聽說地球繞日而轉 可說是知識 是在英雄繞著太陽轉 但茄莉烈 為了這一個知識 不許為基督教所破壞求見 那麼這才是見 說到這個公安 基督教破壞這個科學的歷史其實還蠻多 那麼茄莉烈這是 就是他最後是被關而已 但是有一些甚至 另外之前有一個科學叫做布魯諾的 他是也是義大利人 不過他是比較否定天主教裡面 他否定天主教的一個概念是 天主教裡面講那個地獄勇法 地獄勇法就是 你一旦錄了地獄就永遠在地獄 沒有翻身這個科學 他覺得這個沒道理 而且也很殘忍 因為基督教理論是說 你這一生造善造惡然後經過上帝審判 造善的永遠在天堂 造善的永遠在天堂 這部沒有反對 造惡的永遠在地獄 受獵活的靠活 這個有點殘忍 他反對這樣的 當然他還反對很多 他也反對說聖母瑪利亞同真 同真生這個 就是處女生子 生這個耶穌 他也反對這樣的概念 他有個觀念都 跟基督教聖經講的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基督教很有事 那時候正教唯一的 也就是歐洲 義大利 法基督教就在義大利 文化 所以他們很有勢力 那你反對他公然向前衛挑戰 然後這個布魯諾後來被燒死了 被用火燒死了 他也是講地球繞著太陽轉 但是這個 這個起立業就不太一樣 他也是他也是支持 這個其實就是戈巴尼的日星說 戈巴尼是講太陽是中心 其實現在我們來看太陽也不是中心 太陽不會是銀河溪 一個小 有多少銀河溪你知道嗎 有多少像星系 像銀河溪很小小的而已 有多少星系像銀河溪這樣子 非常的多 我們的銀河溪只是在整個大 大星系裡面的一小地方而已 因為他以為就好像 就好像這個屏東鄉下的一個村長 還以為他是世界的王一樣 那是這樣的概念 那但是以前的以前科學比較沒有那麼發達 那以宗教為主 宗教怎麼說就是怎麼說 那些很有名的人 其實因為很多觀念是錯誤的 那當時戈巴尼提出一個就是他透過外面去 前一月外面外面去 他透過了解說說其實地球是烈的太陽轉 太陽才是重新的 重新的系來看確實是這樣 就是烈的太陽轉 可是這個違反 違反基督教的聖經裡面 那甚至包括宗教的改革者馬丁路德 他都是跟聖經裡面講 這個 這個他們的那個聖人約書養 叫太陽禁止不動 太陽就禁止不動 太陽為什麼不動 因為約書養跟他不要動 太陽也在動 但是從地球跟太陽的關係來講 因為整個音樂系就在動 音樂系又繞著其他的星系就要轉 如果你們太過太空的土 你就知道 但是以前我們不曉得這些 那茄利略就支持 茄利略支持哥白尼的一個星說 地球是繞著太陽轉 那個跟聖經講地球是中心 那不太一樣 所以他就被迫害 但是被迫害到最後 被看裸罪要關 可是他關的時候 他有講他到時候要關 他那個時候已經眼睛有點失了 眼睛大了 會感情要折磨 所以這個教廷就給他一個條件 如果你可以放棄 你的學說 我就可以釋放 都不能軟禁 就不是囚禁 就是軟禁 那就是你必須放棄你的這個學說 就是地球是繞著太陽轉的這個學說 那這個後來 後來 哥白尼也不是哥白尼 茄利略也妥協 其實他們也沒有堅持 那不理會就堅持 其實後來已經堅持了 因為他年紀大了 他就來那哲語 所以他就講 教警給他一年一份回過書 跟他寫 寫他寫他就寫 簽名給他寫 但是他也規定他不能去 他也去哪裡去 要不要學生 算是沒有國際監獄 但是算是暖劍 這樣 限制他出國 其實在幫忙一動 那後來幾年後死掉 但是他後來被教廷宣判的時候 他要他放棄 後來他沒辦法他只好放棄 但是他放棄的時候他就講 就算我改變說地球 就是地球沒有繞著太陽轉 就算我說地球沒有繞著太陽轉 地球還是繞著太陽轉 但是他就是這樣 那以前的那種歐洲中古勢劑 叫做黑暗勢劑 黑暗勢劑是這樣 這個就是比較 雖然研究真理 但真理是在 是聖經好像憲法一樣 你不可以抵觸聖經 就變成這樣 好 那他說 茄莉約為了這一個知識 就地球繞著太陽轉 就日新說 那個其實是哥白禮的日新說 那麼不惜為基督教所迫害求盡 最後其實最後他又妥協 所以他又妥協 邪惡故事妥協 但是他並沒有改變他的看法 他是沒辦法被逼的 但是他並沒有改變他的看法 他說就算我當眾宣布 地球沒有繞著太陽轉 地球還是繞著太陽轉 這不是我說朋友就沒有有就有 這不是這樣 所以要將正確的知識實時修學 養成堅定的正確 這一部分其實佛教等很多人沒有 沒有因果關於 雖然知道有因果 但是最後還是沒有因果關於 政見有世間的政見 初世間的政見 那我們說世間的政見 有善有惡有異有報 有過去有越來有反覆有勝 那初世間的政見其實就是連起 無常無我 也滿極限 那麼五真共法中還只是世間的 只是世間的而已 政見雖只是堅定不予的鑑定 但力量極小 你覺得這樣就是這樣 你不會改變 如經上說 假使有世間 政見真上的 雖父百姓生 中國多樂趣 那麼為什麼你有政見就不會多三六道 你看往生上極樂世界 48月第一條 我的國土都沒有三六道 不是 你到我這裡來不會多三六道 第二個 你從我這裡離開也不會多三六道 你來我這裡不會多三六道 第二個 你從我這裡離開也不會多三六道 這是48月的第一條跟第二條 為什麼到他那裡不會多三六道 沒有邪見 沒有造惡業的機會 沒有造三六道的機會 為什麼從當那裡離開也不會多三六道 每天都二六十鐘都念火 念法 念生 常常在五根 五立 七絕 八正道 這種人還不會有政見 一定有政見的 那政見真上就不會多三六道 你即使沒有去極樂世界 你在這裡政見真上你都不會多三六道 為什麼 沒有三六道的業 因為你種英國 你再怎麼樣 你都不會造三六道的業 那你不造三六道的業 怎麼會多三六道呢 就好像說狂牛病是因為吃牛肉來的 你再怎麼樣都不吃牛肉 你怎麼會得狂牛病 那一樣的道理 假設我們舉例 我們只是舉例 假設說愛滋病是從邪癮 那夫妻兩個都沒有邪癮 那怎麼會愛滋病呢 一樣的道理 那你都不動 你都不造三六道的業 那你怎麼會造三六道呢 不可能啊 一樣 但是有政見就不會造三六道的業 也可能 你會造業 你會造業 但不會造三六道的業 你會造惡業 你會起反腦 會造惡業 但絕對不會造三六道的業 你可能會罵人 可能會打人 但絕對不會去殺人 也是像這樣 那麼所以這裡講 這個力量極而強 那我們基本上只要有正確 你一定是五切十三的 那五切十三 基本上就不造三六道業 你沒有五切 你就殺到一口 殺到一口 你基本上 多三六道的機會就很大 就很大 什麼是正命 這個是政見 那什麼是正命呢 命就是生存生活 正當的生活 無論是在家出家都不能不生活 在家裡人要吃 吃在家裡人要吃 就算你吃很少 你要住啊 你要睡啊 反正你這些基本需求是要的 這是業報生 那衣食住行等一切經濟生活 合法的得來受用就明了真意 就是你要合法 要如法 你叫如法如意 你合於國家的規定 合於社會的規定 合於倫理道德的規定 大概是這樣 因為你不合法你就會有過關 社會會排擠你 國家會處罰你 你的家族 你的卓越人機會傷害你 反正就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要合法 佛法裡面主要是兩個 一個不為國家的法律 不為佛法的界律 就是不為國法 也不為佛法 只要是這樣的 這個正常的經濟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合法 合於國法跟合於佛法 你合於國法就不一定合於國法 你合於國法就不一定合於國法 為什麼 比如說殺豬 國家 國家規定可以的 你要排就好 但是佛法講 殺身的業不是正義 殺身的業不是正義 釣魚 國家沒有規定不可以釣魚 但是你去釣魚 從佛法上來講傷害眾生 這個就不合法 不合法 那所以合於 但是合於佛法 基本上都是 就是尊 他有事先吸打 他基本上也是 在這個世間也是 依著這個世間 大多數人的這個觀念 但是如果有錯的話 他就不遵守 但是如果沒有錯 或是他沒有多大的過患 那麼他也依照世間 事先吸打 事間的生活方式 生活習慣 所以這裡講 就是 他說 正常的經濟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大部分的罪惡 都是從經濟生活的不正常 學佛的在家中 不但要國法所許可 我們這裡講到國法虛可 而且是不為國法 所以這個合法 合國法 合國法 那麼 路以殺生 屠戶獵戶 盜 開賭場 很多國家甚至有賭場 但從口法來講 這個也不好 那 銀 賣銀 妄欺騙 走江湖 這一類有可能有的 酒 酒來講 很多國家都有 賣酒都不違法 但從口法來講 賣酒不好 知道酒也不好 那麼 以賣酒 釀酒 色酒家為職業 佛法中明為不明 而且像我們現在的八大行列 這個是邪名 不正當的生活方式 因為會讓眾生受傷的 有後遺症的 有副作用的 這些其實都不好 對自己 對別人 有直接 有間接的傷害 不好 所以你以這樣來過生活 就是你天天都是以 你過生活就是要讓自己得利益 可是你的利益是建立在別人的損失 或別傷害別人的身上 這個就不好 因為不斷累積不斷累積 最後一定會傷害到你 所以這個業障 這個是邪名障礙佛法的技術 你就一定會有業障 有業行程的障礙 那這個業多數是惡業 有一些三業也會障礙 浮高太大 沒有沒有這些傷害 善業障礙 所以業障固定是惡業 但多數是惡業 浮高太有障礙 你要收到飛翔就飛翔 浮高也很大 障礙 天商不知道要休息有障礙 現在租家重 凡衣性重 故事而生存的是正義 那如果沒有 去賣什麼賣什麼 投資什麼投資什麼 其實都沒有不是正義 賺錢的目的都不是正義 都不是 那你是為了賺錢的 那其實也不正義 但是如果你是完全是服務性主 你用你的醫術 或是你也不能專做醫生 你專門去做醫生就好 你幹嘛出家 那基本上如果你是 在你的能力上範圍 盡量幫助做生 那還可以 而且他這樣講 完全義務的 你就不犯 苦化 觀蛇星座 然後看相 這些有的沒有的 設法 這個不一定騙人 但是這一些增長邪淺 也不對 不可以 不過設法騙取信師 這個就是賢物 那所以我才想講 宗教很多是詐騙集團就是這樣 很多都是詐騙集團 那如法的經濟來源 不奢侈不吝嗇 你也不要太牽引 該花的就花 該給的就給 但也不要太浪費 不需要的就不要 那這個是正面 要這樣才能跟佛法相應 否則人生也許還不保 還說得上比較生死 現在只是人天如報 就說你要修人天證 這人天證很多人都修不好 真的 在抗日戰爭初期 香港某軍事 這個有記載在運光大師的文朝裡面 運光大師文朝裡面記載 那有一個叫做黃德文 他沒有 導師沒有講 但是基本上文朝裡面就有記載 他就說我們就把它寫出來就沒關係 也是過很久 現在香港這個地方還有 這個黃德文 那麼他在香港經營所謂的永利威酒莊 他是賣酒的 他自己是貿易的 貿易淨華那個洋酒 永利威酒莊 但是他是一個很虔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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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什麼 生長古家皮啊 玫瑰露啊 賺很多錢 然後當時他開始有錢啊 他開始要學佛 那學佛他很重辦運光大師 在香港特地跑到 那個英光大師那個時候在上海 在上海 蘇州上海 他在上海 然後特地跑到上海去 親近運光大師 歸於運光大師 而且還在香港 建了一個叫做半春園的一個道場 然後他說 我們現在導師講的 他說抗日戰爭初期 香港某劇室 這是日皇德偉劇室 念佛及前陣 非常前陣 有一所廣大而幽近的別墅 這個別墅叫做半春園 半春園 後來這個別墅現在改成佛教道場了 不知道香港有什麼道場 他說 他說這一個 韓潛 他曾經親自跑到上海去歸運光大師 後來大陸開始亂了 他就寫信息跟應光大師講 請應光大師離開上海 來香港 遠離那個戰亂 那應光大師就稍微問他 那你在做什麼聲音 然後他才講 世代都釀酒 因為他已經賺很多錢了 你現在不要再釀酒 他告訴他 那你現在不要再釀酒 他開的是酒莊 都做五家米 玫瑰露這些 所以你現在不要做 你把這個行業歇了 你全轉過了 年紀都那麼大了 你就不要再做這個業 轉業 開始做一些比較 又重生有定義的 他不要 他說你把酒業歇了 我才能來香港 你把這個聲音收了 然後我就跟著你去香港 就在你那個別色裡面 你看他如果能夠生命的後期 共有應光大師 你看他的浮法多大 你看如果他真的聽應光大師的話 他把那個錢越歇了 他念我的錢去怎麼樣 他共有應光大師 你看那個浮法 就算沒有升天 他大師自菩薩 他一定可以得度 但是你知道那個利益很大 如果一天可以 如果一個月可以賺一百萬 他捨不得放棄 可是一百萬對他來講也沒有意義 因為他已經有幾億的錢了 不知道多少錢我們不知道 至少是幾億幾千萬 他只是多個數字而已 他用不到那麼多 就算他的家族也用不到那麼多 他有兒子他後代也用不到那麼多 他不要他捨不掉 結果你看過了 這是在去哪裡不知道 不過那個時候他接收應光大師的天命 你看那個時候的心陣線 正上 然後他又逛了應光大師 應光大師就復活下來 這個傳說是怎麼來呢 就是有一個人 好像是不知道是南京的還是哪裡 我忘記了 應光大師裡面有 這是哪一個地方的人 然後他昨天做夢 昨天關於菩薩跟他講 你跟大師之菩薩有別人 那個大師之菩薩現在 就在上海獎金 然後是叫應光大師 你趕快去清淨 他大概還有 在這個世界的話緣大概還有三年 他不知道幾年 他不知道想幾年 他說你趕快去 那個人沒有學果 根本就沒有學果 他就做這個夢很清楚 他就很奇怪 就問他媽媽 因為他媽媽也在參加國教會 就是他現在的念活 他媽媽也不懂 根本他走而已 他就問他媽媽 他媽媽也不懂 就問他那個國教會那個 說有啊 那個就是 現在在上海 遇活什麼 那什麼事 你們那個應光大師啊 他聽了之後 就跟著媽媽特別 好像不知道從南京還是哪裡 特別坐車坐車坐車 謝謝應光大師 去 因為他也不曉得 應光大師是誰 也不曉得 也不曉得 什麼大師之菩薩 他根本就不知道 做了這個夢很奇怪 就問了問了 就看見 就知道 然後就 就坐車坐車坐車 到去那邊見光大師 就跟應光大師講個這個夢 應光大師聽了之後 只告訴他一句話 從現在開始 你不可以再跟任何人講這件事 要不然你就不要來見我 我也不認這個意思 那個當然他就不敢講 不然他就都沒有講 然後等到真的好像 那都不要講幾年 如果等三年的話 真的三年後 應光大師就往生了 就沒有 然後那個時候 應光大師往生之後 應光大師最多的就是蘇醒 就是後來就要邊門敲 就開始徵求所有的 有關應光大師的故事啊什麼 他才把這個故事說出來 後來大家就說 應光大師是 大師是菩薩下來的 就是這樣 大師是菩薩的生日 大概就是應光大師的生日 其實是這樣來的 那你看 今天不管怎麼樣 應光大師確實是 一個了不起的大德 如果他真的 你看現在已經過了 我都不知道不去哪裡 應光大師肯定一下其他世界 如果他真的能夠去應光大師的話 他那個時候才幾年 幾年便利中幾千萬好不好 他也沒用到 也沒帶走 但是那個時候 他如果聽應光大師的話 這下就不得了 真的 他不用很多天 就三個月就好 三個月共養應光大師 有些人都是共養病之口 一餐或是一個藥或是多久而已 你功德就很俗神 你難得有機會 那應光大師也不隨便介紹 你就要有共養 你要知道 他願意一定是跟你 跟你跟你跟你 跟他有很真的一緣 他願意去你的地方住 所以這個 我告訴你 這個也不是簡單的 捨棄這麼好的機會 只因為放不下這些 對他來講沒有用的東西 他一個月給他賺一百萬好不好 一年給他賺一千萬 三年給他賺三千萬好不好 他有用到嗎 他也沒用到啊 沒用到他有帶走嗎 也沒帶走啊 你看 多可惜啊 他沒有那種政見 他沒有那種政見 如果有的話 你馬上捨掉就去了 因為他不是沒錢 這又不是那種很窮 身邊沒得看醫生的 有啊 錢太多了 他只是多一點而已 你現在要求的是你沒有的 你現在那些酒業那些賺的錢 只是讓你在那麼多錢上 才多一點而已 可是你少的是這個功德 你很缺啊 你卻沒有辦法捨掉這個 你多出來沒有用的 去增加你那一些很需要沒有的功德 你看 不會想 可是老實講 因為很少人會這麼想 能夠捨得掉 老實講不簡單 真的是沒有很大的政見 這個就是那種政見沒有建立 不容易 不容易 還是在世間法上想 又不是說你家很窮 沒有 非常富有 好 所以他這裡講到 那麼這些老居是捨不得 學伯不修正命 那這個沒有正命 基本上也是沒有正確 那以前不知道就算了 今天一空大師叫他捨掉 他捨不掉 那麼就是中國佛教酸弱的名字 後來很多道場都是賣什麼 賣塔位 賣燈 點燈 消災牌位 都變成這個 這個老實講 這個也不正面 也不正面 還有道場牌子還什麼 還有 還這個叫做 叫做什麼 消災那個叫什麼 我忘了 就是你數什麼 犯什麼衝啊 什麼 安太歲 安太歲 我請 安太歲 安太歲根本就不是佛法 安太歲根本就不正 不正見邪見 為什麼 太歲是什麼 十二生肖 那人就分十二類 十二年明明是 屬牛 屬馬 屬羊 屬狗 那今年 大家輪流倒霉 今年輪到屬狗跟屬馬的 我不曉得我是隨便說 那就要安太歲 你安太歲這兩個就會倒霉 那明年呢 明年輪到屬雞跟屬羊的 你就要安太歲 不然就會倒霉 佛法講因果 你因果有災難 那是因為你的怨 那你說 不管你是好人是壞人 只要你是這個生肖的 你今年就會倒霉 那這個哪裡是道理 不管你好不好 那你只要是這個生肖的 今年能道理倒霉 所以你不安太歲你就倒霉 安了太歲就不倒霉 還有這樣子的 那佛教徒找了一講 有證監應該不相信這個 他害很多人寫的 真奇怪 那你寺廟 好啦居室沒有證監 那居室沒有證監 那也就算了 那你寺廟還推廣 還要安太歲 還要貼個公道 今年什麼什麼 什麼生肖犯充 這裡有安太歲 要安太歲的人來 像話嘛 但是有些道場方便嗎 要他們畢私他們拿不出來嗎 這樣才可以嗎 那其實這有一點點巧 那有一些根本也相信 老實講 其實這種東西都不正見 你看 就不正見不正命 因為老實講的就是這兩種形式 那佛教會摔八就是不正見不正命 尤其不正面又建立在不正見上面 那佛教會不長遠不長見 就這兩種 那你說 那你怎麼佛教怎麼會有希望呢 好 那所以他講 那導師這裡也舉了一個例子 舉了幾個例子 我們來看 他說 學佛法一定要職業合法 寧可短期內因職業改變而受到苦痛 那麼絕不能長此邪密下去 自愛 有些人可能捨掉 就全部有一個居士去找我 那有個法師帶他去找我 他有一個問題很難決定 就是 他是養雞養豬養鴨的 那這些做什麼 當然養雞給人家殺 過來還想來觀賞 對不對 可是他當時沒有學佛就算了 那現在學佛 他很想捨掉這個業 因為他要轉業 已經有賺錢了 已經有賺錢了 所以他那時候想要轉業 他不想要再繼續做這個業 因為這種很明顯 他不是直接殺生 但是是間接殺生 像那個鴨子 像我們群眾要過去出來 有經過一個很大的地方 他養兩群鴨子 那我每次開車經過那邊 我就 那個鴨子好像不知道 要養到三個月 幾個月就可以殺了 六個月的鴨子一起 他小隻 剛開始我去看隻小隻 那個一大群 都是幾萬隻的鴨子 大概經過六個月 又換另外一匹 就全部抓去殺了 又換另外一隻小鴨子 在那邊大概好幾年 就單單這些鴨子 就不知道死了幾十萬人不知道 那就是這樣 養了就去殺 那你不學火 你不知道 結果就是一種生活方式而已 賺錢的職業物 可是你學了火 你發現到這種賺錢的方式 有一點不正面 有牽著到殺生物 所以他要轉 照理來轉這個很好對不對 可是他說怎麼樣呢 他轉就轉啊 為什麼他要來轉 他是說他想轉 但是這個時候 他的兒子想要去國外留學 國外留學要很多錢 隨便一年都要一百多萬 這個要花很多錢 花很多錢 他們習慣做這種職業 賺很多錢 如果現在我要把它轉掉 我一下子沒辦法賺那麼多錢 結果不能供我兒子去國外讀書 所以你說師父我現在該怎麼辦 你說那我問你那 你還能怎麼辦 你就是兩件事而已 捨不捨而已 那叫你捨你捨不掉 就很簡單 那你只是要我跟你背書 說可以 我哪裡可以跟你講可以 我哪裡可以跟你背書講可以 那個無聖法師說我可以 那我不慘 那你就不會到我這邊來 那全部回賬給我 我才不會 是不是 所以我說那你還能捨 後來他也不能捨 他沒辦法 其實你捨就有捨的無法 真的 你說 你不要這樣 我平常都在喝酒 尤其是男生很多喜歡喝酒的 喝酒很多朋友啊 講義氣啊什麼 我平常都喜歡喝酒 如果我現在把酒借了 我不喝酒 那我這些朋友都不理我了 那平常到這個去喝酒 那你借了你不喝酒 你喝可樂 那有什麼意思 那我的朋友都沒有了 我因為血果 我不喝酒 我朋友都沒有了 你不用擔心 你沒有喝酒的朋友 有血果的朋友 對不對 那你擔心沒有喝酒的朋友 那你就擔心沒有喝酒的朋友 結果你就沒有朋友了 不會 你沒有喝酒的朋友 你會有血果的朋友 你為什麼不這麼想呢 是不是 那一樣了啊 所以我剛才吃素也是這樣 但吃肉只有一個人吃素 我覺得沒有朋友啊 也不會啊 那也不會 因為人家 因為你不吃肉 人家不跟你在一起 因為你不喝酒 人家都不理你 那因為你不喝酒 人家就不幫你當朋友的這種人 那你不要跟他交朋友啊 那種人有什麼好交朋友的 只是為了跟你交朋友 只是為了要跟你一起喝酒 那這種朋友你還要交 你就不要交了嘛 對不對 那你一定會有學我的朋友 你這種職業沒有 你沒有發生的職業 你有福報 你有這個心 它因為有一個音源 讓你轉到另外一個職業 一定會有的嘛 你要堅持嘛 你不能堅持 你就一直在那個裡面 你跳脫不出來 它就是一種束縛 一種業嘛 有的人想不開了 想不清楚 所以他說 寧可短期因職業改變而受到苦痛 絕不能長此邪命下去 自害害人 那後面有講到所謂的政見 那差不多時間也到了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後面才講政見 後來就講業 那業是那個很複雜的理論 好 我們合掌合相 願以此功的 願以此功的 不及於見 不及於見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大 皆共臣佛大